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过就是一个做菜的厨子 难道是因为和王妃的关系才能上好声音 还有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网友也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演员 凭什么上好声音当道士 面对这些质疑 小编只能给你们科普一下知识了 谢霆锋 1980年8月29日出生于香港 15岁 创作第一首歌《估计错误》 1996年正式出道 96年出道 周杰伦还不知道在哪里 90年最大的也不过财山幼儿园 1999年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 谢谢你的爱 1999火爆大江南北 2001年获得全球最高销量之亚洲最畅销南哥首奖 在四大天王的年代 谢霆锋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四大天王中也只有张学友获得过全球最高销量之亚洲最畅销量亚洲南哥首奖 由此可见谢霆锋当时火爆程度 刘德华曾经说过 他开创了自己的时代 我们都模仿不来 那个当年背着吉他不及的摇滚少年 一度火热到四大天王也要赞避风芒 所以如果还有质疑 谢霆锋 不配当好声音导师的人 只能说你们太年轻 没有经历过他的哪个年代 中国你的身边有七零 八零后你们可以了解一下 他当时的人气比起如今的周杰伦都要高得太多 周杰伦在他面前只能自称晚辈 不少八零后网友留言到他比周杰伦唱得还好